这边的木屋是入恋师 脸上入恋冒险 对的 而且入恋师刚刚放的灵鹫啊 但是这边能找到冒险家吗 我晓得一个冒险家不好找 还是要用寿命本能 找一下 底牌挽留 再带着一个暴墓通级 对 我觉得阿福可能 他觉得会躲在月亮门废墟里面 但是耳鸣没了 这也太难找了吧 这张图找冒险家 冰天雪地 有雪堆还有草 这 前面有机会 能不能排到 差异不知遥啊 冒险家是不敢出圈的 这边 狩猎本能消失了 狩猎本能消失了 注意 但是消了一段时间 他还受不到 对 等一下 看看 出现了 说明不在这个方向 哎呦 这样的话很难找啊 对的 哎 又被打倒了 闪现好了 有一个秒的机会 对 前面的机会加速 闪现 你看 下着块板吗 下着块板 其实修的也不太多 下线 你刀带走了 带走了冒险家呀 出事了 出事了 天赋方面的话也是一个快踩八卦阵 基本上是镜像阵容 对 带了一个炊火 然后天赋 就是技能上也是选择 对 镜像天赋 对 带了一个传送 那也是比较拼了 想往四抓去打 哎 这里好像是有点嗅到的 怎么说这个地方 哎 这边是搞了一个冒险家 虽然说红教堂草比较少 但是 这边受力本能 哎呦 哎 没有了 那应该是知道它的具体位置了 看到了 找到了直接 所以直接秒啊 露出了自己的小脑袋 那前面的话 仔仔只要再吃到一个二连架马上倒地了 是的 而且这边手里余生的话是有五个炸弹啊 对 毕竟是红教堂呀 对 这草食真的太少了 那仔仔这边上来直接被发现 这个节奏会结束的很快啊 对 前面这波二连架没有叫到 但是得等一下 哇 先知看了鸟 但是没有给上 因为是一个雷嘛 对 而且我觉得这个鸟的话 其实给的话收益也不是特别大